你好 这次我们讲笛卡尔的怀疑论 笛卡尔的怀疑论 笛卡尔是法国哲学家 这个十七十八世纪 这个笛卡尔认为 只有通过普遍怀疑方法 检验的东西才能绝对确实 才能够成为知识体系的阿基米德点 就是一个缺失性的支点 它所秉承的第一条方法论原则是 凡是我没有明确认识到的东西 我绝不把它当作真的加以接受 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 轻率的判断和先遇之见 虽然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 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之外 不要再多放一点别的东西 到我的判断里 于是他用普遍怀疑方法 构造了下面一连串的怀疑认证 怀疑认证 他说第一 认证一 感觉经验靠不住 感觉经验靠不住 他说直到现在 凡是我当作最真实 最可靠而接受过来的东西 我都是从感官或通过感官得来的 不过 我有时觉得这些感官是骗人的 为了小心谨慎起见 得于一尽骗过我们的东西 就绝不完全加以信任 绝不完全加以信任 好 这里有一个认证 前提一 凡是建立在不可信赖证据之上的东西 都远远不再可信 因为我无法判别 他是否认在欺骗我 第二 感觉印象 有时建立在不可信赖的证据之上 所以感觉印象不应该再被信赖 再被信赖 笛卡尔在这里犯了推去国多的仇 从感觉印象有时骗人 不能推去他总是骗人 就像不能从某人有时说谎 推出他永远说谎一样 但是他这里他也有合理性 因为你老说谎 有的时候我分辨不清楚 你什么时候说谎 什么时候不说谎 所以我就不信你的话了 为了保险起见 我不信你的话了 感觉印象有时骗人 但是我们的认知能力 无法分辨 清楚地分辨 感觉印象究竟什么时候骗人 什么时候不骗人 因此我就干脆对感觉印象不再加以信任 有它的合理性 但是如果感觉印象不被信任 感觉印象不被信任 那我们认知的起点是什么呢 认知的起点是什么呢 这里顺便说一下 就是谎英美国哲学家二十世纪的分析哲学家 它提出整体主义知识观 就是我们的知识是悬浮在经验之上的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里的所有部分都与经验有牵连 有关联 只是有些东西与经验 与外部对象 接触更直接一些 更近一些 有些离外部对象 离感觉经验更远些 所以在整个知识体系里面 与感觉经验的接触 与外部世界的接触 只是多些或少些 近些或远些的区别 没有有无的区别 逻辑授学也是这样的 逻辑授学也是这样的 逻辑授学与感觉外部世界也有关联 只是这个起源更为复杂 更为复杂 更为遥远 更不知节而已 基于这样一点 当我们遇到强烈的经验反例的时候 文强不去的经验反例的时候 经验反例就是 经验证据了与我们的知识整体相撑透 相矛盾 我们要消去这种矛盾 那我们怎么办呢 实际上我们并非只有一种选择办法 我们有多种选择办法 有多种选择办法 其中两个办法就是 第一个办法 指经验之感觉经验反例 证据与不顾 人为可能他们是错的 感觉经验证据了靠不住 他可能是错的 他可能是假的 这是一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 你最精致的办法 你最精致的办法修改逻辑或授学 也并非不可能 逻辑授学在遇到 顽强不去的经验反例面前 也是可以修改的 好 我们撇开逻辑授学的可修正性不谈 就是顽强不去的经验反例 可以把这个经验反例约不顾 人为他们可能他们不可靠 他们不可靠 他们可能是错误的 错觉 幻觉 等等 好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就是感觉见证据 究竟实斧可以被修改 感觉见证据 究竟实斧可以修改 有一个观点认为 感觉见证据不能修改 感觉见证据 我们作为经验认者 必须承认 他的监视可靠的认知地位 认知地位 对一个感觉见现象 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那个解释可以修改 但是 那个感觉见证据 这个本身不能修改 所谓的幻觉 例如 棍子在水中 看起来是弯的 那就是弯的 看起来就是弯的 这个感觉见证据了 是绝对可靠 就是看起来就是弯的 至于它为什么拿起来又是直的 它在水里又是弯的呢 这是 这个弯的看起来在直的棍子 在水里看起来是弯的 它就是弯的 它这一点不能修改 只是对这个 为什么 不在水里它是直的 在水里看起来是弯的 这个呢 我们需要对这个感觉现象做去解释 做去解释 这是由于光的反射折射等等造成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所谓的幻觉 错觉 这个看起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谁看起来谁去看看起来都那样 谁去看看起来都那样 这个呢 当然那有一些色盲的等等等等 或者那个有正常的人嘛 谁看起来都那样 所以感觉见证据 你必须赋予它坚实的认知地位 对感觉 所谓的幻觉错觉 只是对这种感觉见证据的 一种后加的解释 那种解释呢 不少人可能那种解释可以修改 但是感觉见证据呢 本身不能修改 对 我要说了 我比较比较同意这种观点 感觉这些证据呢 本身是坚实可靠的 只是对这种证据呢 可以做成不同的解释 这种解释依托理论 依托理论 这个 当然这里会引出很多的问题 会引出很多的问题 这个认识问题很复杂 就是观察是渗透理论的 有一种说法了 观察是渗透理论的 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医疗的 给你一个医疗的 造个松头 看有没有癌症 看有没有什么癌 这个呢 你一个外行呢 啥都看不出来 就是一坛朦朦朦朦 但是大夫呢 有顺恋的眼睛呢 他就能看出来 他就能看出来 好 在这个意义上 观察是渗透理论的 这个事情怎么解释呢 这个事情是怎么解释 但是我觉得这胶片看起来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的 只不过是有顺恋的眼睛 对他看到的现象 做去了解释而已 这问题很复杂 很复杂 留给大家思考吧 就是感觉见证据本身 是否可以修改 感觉见证据 这个本身是不是就有所谓的幻觉错觉 幻觉错觉是对某种感觉见现象的解释 事后解释 还是就是感觉见证据本身 提供大家思考 提供大家思考 我们这个课程呢 就是要大家想问题的 想问题的 还有一个 就做梦呢 和醒着的时候难以区分 他说究竟是在做梦 还是在醒着 有多少次 迪卡尔写道 有多少次 我夜里梦见 我在什么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 穿着衣服 在楼火旁边 虽然我是一丝不挂的 躺在被窝里 我现在确实以为 我并不是用睡着的眼睛看这张纸 我摇晃着这个脑袋 也并没有发昏 我故意的 直觉的伸去这只手 我感觉到这只手 而出现在梦里的情况 好像并不这么清楚 也不这么明白 但是仔细想想 我就想起来 我时常在虚梦中 受过这样一些假象的欺骗 想到这里 我就明显的看到 没有什么 决定不移的标记 也没有什么 相当可靠的迹象 使人能够从这上面 清清丑丑的 分辨去清醒或睡梦来 这不仅使我大吃一惊 吃惊到几乎能够让我相信 我现在是在睡觉的程度 做梦或醒着难以区分 在论证一或论证二证 笛卡尔都在寻求一个绝对缺失的标准 结果是他无法找到 我们用来判定一个感觉印象 师父取错的标准 是另一个感觉印象 后者也有可能取错 我们用来判定我们师父醒着的标准 是我们认为我们正在醒着 但我们也可能梦见我们认为是醒着的 所以这个标准来以区分 当然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做梦或醒着难以区分 这个我们中国先则 我认为是中国古代最聪明的人 庄子 他就说了庄舟梦蝶 庄舟梦蝶 还有这个说吊诡的这个梦中做梦的那一档文字 都说明了 就是哪是做梦啊 哪是醒着啊 实际上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 难以区分 究竟是庄舟做梦梦蝶 还是蝴蝶做梦梦庄舟啊 也许我庄舟的一生都是蝴蝶正在做 而没有做完的一个梦 怎么排去这种可能性呢 找不到这样的标准 所以中国先则 在先秦时期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还有刘伊斯卡洛尔在他的爱丽丝漫游奇迹记 和他的姊妹片里面《竞争世界》里面也谈到了 做梦和醒着难以区分 爱丽丝做了一个梦 那个呢 梦见国王 国王又在做梦 梦见爱丽丝在做梦梦见国王 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有一个人说了 告诉我 戳到爱丽丝耳边 说你是国王正在做着梦的 梦中的一个人物 如果国王醒来的话 你就 像那 把那蜡轴吹戏一样 你就 没有蜡 爱丽丝吓坏了 爱丽丝搞不明白 我做梦梦见国王 国王做梦梦见我 谁梦见谁啊 谁是谁真的梦中人物啊 弄不清楚 问题很恐怖啊 所以罗素说了 假如这个梦中梦这样的 不是 留意是卡洛伊 幽默的笔调了 写出来的话 那我们仔细地追说 顽强不去的思索 这个呢 会非常令人痛苦 想不清楚 想不清楚 好 这个啊 还有 再有第三个论证 一个恶魔啊 可能在习统地欺骗我们 笛卡尔做了这样一个思想实验 一个本领强大的像上帝的恶魔的梦 在习统地欺骗我们 他在不知不觉中 向我们惯世了一整套错误的观念 使我们的观念体系整个都吃错了 甚至连算术或逻辑也难以欺免 也吃错了 因为要正式遗传论证 我们必须受据另外的论证 如果第一次论证原则上可错 其他论证呢在原则上也会是可错的 古我们在原则上也可以怀疑逻辑 怀疑逻辑 那就是 你看 你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有些人是蛇盲 他呢 对某些颜色呢 就没有感知 没有感知 这个 或者把某些颜色看成另一颜色 另一种颜色 另一种颜色看成低等颜色 整个颠倒了 好 他把这一点推向鸡蛋 他就说 有一个像上帝那样的法力无边的恶魔 他呢 他在我们的大脑 在我们的认知系统中 知识了一个完全颠倒的程序 一个完全颠倒的程序 例如我们看到的 现在呢 我们的整个实觉空间吧 实觉空间 上下左右 完全是导致的 本来呢 这个上是下 下是上 左是右 右是左 前是后 后是前 红 感知为绿 绿紧感知为红 白了弄成黑 黑弄成白 整个是颠倒的 因为我们一生下来就这样 这个呢 并且因为我们不是一点点去错 而是稀疼的去错 所以呢 我们就习惯了 我们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的 我们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一生下来 开始感知就这样感知的 就这样认知的 于是呢 我们以为世界是这样的 但世界呢 它的本来面目 可能与我们所认知的完全相反 我们呢 只是看到的是一个倒置的世界 或者我们是通过哈哈镜 看到的一个夸张变形的世界 因为它在我们的这个认知系统里面 一开始就治愈了一整套错误的程序 我们一开始就是通过哈哈镜 通过有色眼镜去看世界 而我们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的 但是世界不是这样的 世界不是这样的 哦 他说了 这种可能性怎么排斥啊 怎么预先排斥啊 他认为 没法排斥 迪卡尔给我们提起的问题是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情况并非如此 怎么知道 我们并没有被一个恶魔习统的欺骗 对迪卡尔本人来说 他无法排斥这样一个恶魔的可能性 至少是不能排斥这样一种逻辑的可能性 由此他得起结论 等于这样的一些理由 我当然无法答辩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 凡是我早先行以为真的见解 没有一个是我现在不能怀疑的 这绝不是由于考虑不周或轻率的缘故 而是由于强有力的 经过深思熟悦的理由 因此如果我想 假如我想要在科学上 找到什么经久不变的 全然可信的东西的话 我今后就必须对这些思想不去下判断 跟我对一眼就看却是错误的东西一样 不对他们加以更多的信任 好 这个呢 笛卡尔上述 开始非常激丹的怀疑了立场 很快的被他的一连串推论 稀释掉了 甚至消解掉了 在我看来 他认识说 他认识说 我看他前面是非常激进的怀疑了立场 但是他后面呢 把他用怀疑论 非常激进的 局势调的 消解调的 这个东西呢 很廉价的就守回来了 很廉价的守回来了 我看他怎么守回来的啊 他认识说 尽管我在怀疑一切都不可靠 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我在怀疑 即我在思考 而一个怀疑思考之中的我不可能不存在 由此得出他的哲学的第一个肯定性命题 我思古我在 好 怎么理解我思古我在这个问题 从我思考推出我存在 最先对这个问题提取质疑的 是芬兰哲学家 亚库·亨提卡 他说 从我思了 怎么能得出我在 我思了 是一个精神性的东西 是一个精神性的东西 现在我 亨提卡的文章我没看 我没仔细头 下面实际上是说我的理解 就是从我思不能成为我在 因为我思 是一个精神性的活动 是一个精神性的东西 我不是一个物理可体的我 是一个精神性的我 精神性的我 不是作为血肉之躯的我 是一个精神性的我 我思 是一个精神性的活动 从一个精神性的我 和我思 怎么推出 作为物理可体的我在 从精神 心理活动 精神活动 怎么跨越 到物质存在 这是一个绝大的鸿沟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鸿沟 怎么 好 那如果你说 我思故我在 那你的我是 那我 本身就是一个物理可体 那我这个论题 就是一个同意反复 你看 作为物理可体的我思考 因此作为物理可体的我存在 那你的前提 我作为物理可体 它就肯定存在 存在于物理时空之中 那你这个推理就同于反复了 所以 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 或者是 同于反复 循环认证 或者是 无效推理 就是 它没法跨越 从精神性实体 到物理性实体的一个 巨大鸿沟 好 这个 这个 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就到这里 我思故我在 他得去了 提卡尔 得去了 他的 哲学是第一个肯定性命题 他把其他一切都抛开了 其他一切都抛开了 好 那 然后他开始守回物理事件 守回其他的一切 非常廉价的 就守回来了 他说我本身是不完美的 但我心中却有一个完美的上帝观念 我不可能是这个完美观念的原因 只有完美的上帝本身 才是他真正的原因 由此得出他的哲学的第二个肯定性命题 上帝存在 我想一个完美的东西 那完美的东西就存在 啊 这个 这个 这样的推理步骤了 这个 太廉价了 然后 他说 节奏于上帝的全知全善全能 这个 上帝是全知全善全能的 他不可能欺骗我们 而我们的感觉 在我们的感知中 有一个外部世界存在 呃 这是 上帝不会欺骗我们 所以 那上帝 外部世界就真地存在 呃 他 我们的心灵存在 呃 他人也存在 等等等等 怎样呢 由我师父我在推出 上帝存在 物质世界存在 心灵存在 他人存在 然后 几乎完全回到了 在普遍怀疑之前 所接受的那些常识知识和观念 这个 守回 前面那么激进 后面的守回那么廉价 那么廉价了 这个 这就表明了 他那种 这种特别极丹的怀疑论观点啊 本身 何许有某些问题 所以 所以 所以了 后来有人呢 指章 常识实在论 我们要回到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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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常识观点 我们的常识 实在 也是自然的教导 是我们先辈 多少人经练的总结 他必须有某种根据 尝试实在论 这个呢 这个 为什么笛卡尔要用普遍怀疑 他就想追求一种绝对的缺失性 绝对的缺失性 也许这种追求本身就有问题 我们呢 作为大自然 自然造物 我们作为大自然的一个造物 在这个无理思空中 在无垠的宇宙空间中 一个非常非常有限的存在 我们能够达到那种绝对缺失性吗 我们能够达到那种绝对缺失性吗 也许笛卡尔本身的追求就有问题 他的出发点就有问题 他因为要绝对缺失 他于是这个这个这个 绝大多数东西都不绝对缺失 因此要抛弃 然后呢 那只有一个缺失 就是我在怀疑 因此我在思考 由此退出我在存在 然后 他还在生活 还在面对 曾经面对这个世界 然后又把这个 尝试里面接受的所有东西 非常廉价的收回 所以 他的出发点可能就有问题 因为这些都是 在地上的地方 一般这些肯定的 是要从北海外的认识 他说 然后诗都给它提供绝对确实的基础 他说这种东西不存在 绝对确实性不存在 站在科学之上之外 为科学提供基础的第一哲学不存在 我们哲学与科学是连续的 哲学与科学是连续的 认识论是哲学的一部分 因此认识论也是科学的一部分 认识论的方法就是 其他科学的被证明显示有效的方法 观察实验进化等等 我们又用这样的质量主义的方法 去研究认知过程 研究认知过程 有的时候我们 如果我们抛弃绝对确实性 那回到常识 这个呢 就它的某些理由 对 我们没法保证我们的常识绝对可靠 因为绝对可靠没有 但常识了 是什么呢 是大自然人本身的教导 是我们的先辈 多少时代生活经验的累积 所以用常识的观点 去看问题 也许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合理的选择 好 这是这个 那 请大家思考一下 理对迪卡尔的怀疑论论证 怎么看 请大家仔细思考一下 思考 思考 好 但是